政大不动产研究中心跟房仲业者合作 推出了房价指数 除了可以提供最及时的房价趋势 让民众参考 同时也公布了从2020到今年第一季的指数 在过去四年多来 全台的房价涨幅是达到46.1% 而再进一步观察 双北的大楼公寓的房价指数 其中新北的大楼近四年来 涨幅是来到了35.5%是最高的 那么其次是新北的公寓 指数也来到了27.8% 而接下来才是台北的大楼及公寓